HELLO 大家好,我是桂野 今天是延續至以前的一個PK的系列 那主要是水性漆噴塗完之後呢,再加上水貼 那通常我們會用這個水貼軟化劑 那這個水貼軟化劑呢,到底會不會讓水性漆掉漆呢? 那之前我們做過的包含這個AV的73212 軍事的 然後填弓的一般87102 然後牆87135,超級牆87205 還有這個MicroSkate 來塗在這個AK、軍事H系列、927、Airbeast、AV這些漆上面 那這個PK其實裡面少了幾個項目 那我們今天要來補上 包含水貼軟化劑的就是我們多買了這個AK582 還有停工的87193 那漆的部分呢,因為之前摩托比較晚出 所以這次會多測了這個摩托的部分 那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交叉組合呢?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們就開始吧,GO! 好的,那另外就是要補測一下 就是摩托的部分的沒有 針對這幾款的都沒有測過 所以我們就來再補測一下 在那邊就努力了,要先補測過 1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两罐的这个软化机AK跟田工的这两个系列呢,要来做测试 那先用AK的部分来进行 那这边分别代表的是AK、AV、H系列、927、Airbix等,还有摩托 这次摩托是多的,那因为这些都没有试过这个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来试试看 好,我们就开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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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我们测试完了 那这次呢,其实我觉得得到不错的结果 那我们这一次呢,多测了摩托7 要来扛这些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多了这个AK582还有田工87193的部分 那我们直接上表来看 那我们从这个表来看呢,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惊奇就是摩托的部分 老实说,它的7摩强度真的是不错 它能够扛住的真的相对比较多 除了这个超级强以外,会稍微弱一点点以外 其他的几乎都是扛得住的 这是摩托它一个很大的特性 那真的是不错 那再来就是AK583还有这个田工87193的部分 哇,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惊奇 就是除了AK的7以外看不出其他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那也就是说这两款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这个田工的87193,因为它还有带有胶 就是里面还有胶的部分 所以呢,它是同时有融化器有胶的部分 所以说,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喷涂这个水清漆的部分呢 如果你再选择你的水清漆化剂的部分 那这张表就可以供你做参考啦 好了,那我们今天测试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关心这里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掰掰 拜拜